第一次失踪 因为关键证据的缺失 我们无从判定事情的真假 因此许多人认为 这就是黄延秋编造的谎言 可第二次失踪 不仅更为离奇 许多知情者的回忆 也和黄延秋的描述 惊人的一致 第二次失踪是什么情况 你还记得吗 看下黄延秋冬 开秋冬会的 开报会以后 他会了 我让他走了 上安的部队 开了电报 十点钟 就开了电报 意思就是前一天晚上 还在开会 然后就第二天的 几点钟 十点 上午还是晚上 上午 上午十点 就收到了电报 你确定吗 我收电报 我不确定 第二次失踪的时候 据说也有一封电报 是不是有这么回事 对 有有有有 八九点钟的时候 刚才我上班 从上海发来一封电报 说今天早期 就是黄延秋 又到上海了 过来我回来 又回家戏班 听说是透过电话 失踪的 那就是说 从电报的日期来推算 他确确实实是在一夜之间 对 到了上海 对对对 那你记忆的这些东西 很确切吗 比较确切 有可能记错吗 不会的 他们的讲述 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因为按照常理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难道是因为年代久远 让他们的记忆发生了偏长 可事情的离奇之处 还不止如此 就感觉到很奇怪 他怎么会又来了 以前我们家里面 以前住的银房大院里 独队大院里 独队大院里面呢 一般情况下是进不来的 对的 找谁谁谁人家出门去 你领进来 登记好以后就能进来 他就直接就到我们家门口了 从这种情况下 在我的印象当中 他一样是进不来的 我们不对 一方面你知道的 他没有门牌号码 只有编号的 他不可能知道 我们家的门牌号码 也不可能知道 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他也不一定搞得清楚 他能找到来的话 我们确实很紧张 按黄延秋所说 他是在上海火车站醒来 可吕海生的住处 却位于浦东的陆家业 两地相距十分遥远 他要搭乘六十五路 并百度过黄浦江 再转八十一路到高桥 并搭乘农村公交 才能抵达 可对上海一无所知的他 怎么可能顺利地找到目的地呢 除此之外 在进出部队营房时 他又是怎么通过港哨的盘查 悄然地来到吕海生家的呢 而依据黄延秋所说 他之所以能够找到吕海生家 能顺利地通过港哨的盘问 就是因为始终都有两个人 在不停地帮助他 可如果真如黄延秋所说 这两个人又会是谁呢 而在调查中 黄延秋的同乡吕秀香 却向记者道出了 另一个惊人的秘密 使原本就纷繁复杂的事件 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那你从上海回来之后 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呢 当时回来我说没有 第一天了 这个姓签来找我来了 说黄延秋有没有了 两个又去了 到了久了 都人一看这个签 写的上面写的沙洞 高登明 高雅秋 高雅经 这几个字在那写的 墙上的字是什么意思 又是谁写上去的 他们和黄延秋的神秘失踪 又有什么关联呢 而高登明 高雅经 是谁的名字 他们是不是一直在帮助黄延秋的 那两个人呢 当时你家里墙上的那个字 你还有没有印象了 我这个字我印象挺深 这个从我第一次 后来来以后 我发现这个墙上 有几个字 上面写了就是 沙洞 芳新 高登明 高雅经 你确定这个字 不是你自己写上去的吗 肯定不是 那上面写的山东 芳新 两个人的名字 如果我们假设 它是两个人的名字的话 你认不认识 这两个人 你的印象里有没有 就是人叫这个名字的 不知道 你其实多次的提到 从你第一次 到了南京火车站 之后 包括遣送 包括回家 包括你第二次到了上海 在几次转车的过程当中 其实都有两个好心人 有没有可能这两个高登明和高雅经 就是这个反反复复在你身边出现过的 这两个好心人 有没有可能 当然是 我没有站下去想的 我就是这个发布了有两个人帮着我 我觉得人外有两个好心人嘛 不会弄不清他们是谁 这两个人 是这个欠上写的这个字 这个人命了 我也慢慢找人考虑 那我们现在再回想一下 就你墙上出现的这行字 和你这两次 非常奇怪的 又难以解释的经历 包括遇到的人 所有这一切 有没有关系呢 不听着 无法解释 无法解释 如果有的话 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关联 对 不知道 接连在黄燕秋身上发生的两起离奇事件 令黄燕秋苦恼不已 加上村里的村民议论纷纷 让黄燕秋希望这件事情赶紧平息下去 但是事与愿违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更离奇的事情又发生在了她的身上